各位,今天我們第十四周,即是第十四個星期,是來聲援莫里花革命運動。 自從莫里花革命運動以來,中政府已經拘捕了很多維權人士。 艾未未被這個違憲違法,這樣囚禁就是一個例子。 我們今天來到這裏,是要對他和他的家屬,表示我們的慰問和支持。 第二,人治社會暗無天日,一黨專政勢必倒台,第十四波聲援莫里花革命聲明。 艾未未至今被秘密囚禁四十九日,以超過內地法定的拘留期限。 計艾未未後,內地維權法律學者許智詠,同樣被中共以逃遂罪將其帶走。 以經濟罪名加諸維權人士身上,令拘捕變成合理,可真無所不用其極。 中共經常強調國家司法公正獨立,但眾觀國內所有維權人士,無一筆被加上莫須有罪名。 現在,人治社會車談法治,確實疑笑大方。 中國,近日,中共更拘捕了一位參與莫里花散步的女士,周凱怡。 目前,拘押在夏爾濱。 中共不單打壓,聲援莫里花的維權人士, 更直接將參與者正式拘捕,大肆鎮壓異見人士。 可見,腐敗的中共政權何等虛脅。 法西斯主義還行無忌。 再加上殘民獨憲的黑司法,所謂維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。 此時將社會主義歪曲,容易鞏固獨裁統治。 真正社會主義精神,被中共顛污自由人權。 逐漸被專制政權欺奪。 人民的尊嚴自然被戰踏抬盡。 盡管如此,反抗的根基已經仲下。 面對如私,壓迫維權人士仍然堅持, 對抗專頑政權。 莫里花風潮雖然被大力打擊, 但反對聲心。 從未止息。 任何暴政,定必受到群眾運動的洗禮。 中共同樣結束難途。 因為真正的革命是永垂不斗。 一黨專政勢必倒台。 四季盟動,社會民主連線, 2001年5月22日於香港。 一黨專政。 暗無天日。 操縱施法。 迫害二極。 中共可恥。 中共可恥。 沒禮放開。 中共倒台。 釋放艾未未。 釋放劉曉波。 釋放周海宜。 釋放譚作人。 釋放譚作人。 停止禁錮留下。 愛有權申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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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需共產黨揮准。 無需共產黨揮准。 結束一黨專政。 釋放艾未未。 釋放劉曉波。 釋放周海宜。 釋放譚作人。 釋放譚作人。 停止禁錮冷夏。 一黨專政。 暗無天日。 沒理花開. 中共倒台。 釋放艾未未。 釋放劉曉波。 釋放周海宜。 釋放譚作人。 釋放所有政治犯。 釋放所有政治犯 結束一黨專政 追究六四屠殺 來 外面一段